十负七次KO对手的场景 2013年获得了全国自由国击67公斤级的亚军 2014年全国泰拳锦标赛67公斤级的冠军 等他在7月18号 孙孟军决香港战略比赛里面 在第二回合KO了中国香港的权王 陈俊贤一体声明 那么今天但从比赛经验上来说 那肯定是拨球那是极高一筹 是的而且宋老师这是一场泰拳 纯泰拳规则的比赛 对拳脚手细都可以用 而这个纯泰拳比赛可以说是拨球 是纯泰拳的一个 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的选手 顾规来说的 也要顶着压力 面对于头顶上顶着无数个冠军头衔的 头衔光环的拨球呢 能不能正常的发挥 或者是超常的发挥 我想在这场比赛里面 虽然这个顾规也打过这个全国泰拳的这个比赛过这个冠军 但是那个比赛 结束结束结束 就有一个后的投票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我故意 这个 铺灰 太快了这场比赛 说没有 还可以继续打 但是这场比赛 强度之后继续来 连续的顶线 打招 上灯 拨球要冲上追击 拨挥可能不得 时间翻盘 再次扫地 拨挥太弯强 太弯强了 我们想的站起来之后 居然还能继续战斗 连续两个正跟腿 来对拨球 拨挥 推迟还不错 停息 现在 这个拨球在收着这种打 他没有权力去打 就是这个 我们 所有人都以为 刚才经历过了 第一个回合的比赛 对于第一回合 对于木灰来说呀 确实 大起大落 开局不留 开局不留 双方通过第一回合比赛 是有这种差点 郑松哥 慢镜头 这个话才看得很清楚 双方的体型 力量 是吧 郑松队伍就看出什么成功 到早天 来对拨球 郑松 你就看拨球的线路 你看看的进行线路 非常非常的 我直接就一副性的微笑 这就是双方的力量 这就不是站起绝对这种游戏 这个时候宋老师非常明显的看到 木灰的信心的有所下降 他自己的这种非常擅长 这种果断的重心转出不来 不要打这种内容的战斗 你根本不是这一手 因为郭聪 对于他的手 你看 这种战斗也非常非常劲 这种心中 这个要强奴了 这要强奴了 这要强奴了 3 3 4 看 后悔能不能站起来 站起来 好 好 好 比赛结束了 但是郭聪 这是一种内伤 这是一种内伤 是的 这是一种内伤 郭聪